就那人員舉步圍堅地 爬到陡峭的斜坡上 好不容易找到 已經受困六天的靈性男子 大批人馬廢了好一番功夫 才將他送下山就醫 救護人員趕緊把男子送醫搶救 還好最後檢查出來 最嚴重的左眼臉骨折 另外有多處擦傷 需要住院治療以外 沒有生命危險 這也令醫護人員嘖嘖稱奇 他靠衣水 工程人員給他 拿巴西給他吃 原來這名男子在9月25號 從明池看完風景後 在折返的途中 因為下雨視線不佳 就在台七線大約75公里處 連人帶車一起衰弱山谷 更誇張的是 他還掛在兩層樓高的樹上 暈了過去 兩天後才醒來 自行爬下樹幹躲雨 就這樣穿著雨衣射索 在機車旁邊 整整六天的時間 才被路過的工程員給發現 如果在沒有水的情況之下 可能兩天到三天 就會造成身體的一個 很嚴重的影響 那如果是食物的話 都有可能是三五天到一個禮拜 都有可能 警銷人員找到靈性男子後 當場給他飲水和食物 不過僅僅靠著雨水維持生命 還奇蹟似的挨過颱風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記者林醫生羅湘以來報道